我就好比是那个点灯人 死守的相声的规矩 拼命的追呀 追呀 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戏曲梦工厂 以鼓励创作者运用戏曲元素大胆造梦著称 今年第六届邀请台湾大学华语教程助理教授汪俊燕担任策展人 以前卫当行 以戏曲提问历史为主题 策划六档全新制作 用当代角度重新诠释历史 这次的策展主题是前卫当行 以戏曲提问历史 那其实是希望透过戏曲本身所蕴含的能量 在历史当中发掘各种的可能性 可能在种种的当时的限制当中没有被发挥出来 可是透过这一次的策展当中 可以重新打开戏曲当中潜藏的各种能量跟可能性 这种能量跟可能性对我来讲就是前卫的出发点 对于大家来讲就会觉得历史好像已经过去了 那未来其实是不可知的 那我一直都觉得以前李国秀剧场老师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他就说以前的人看不到现代 然后现在的人看不到未来 可是有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方法反而是往历史找 所以看到历史反而就看到未来 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点吊诡 可是事实上的确是只有我们重新去挖掘历史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 那对于未来所隐含的那种前卫性才有可能从我们的身体资源当中发现 我现在可是撞原夫人 怎么轮得到你把我给摔下来了 八月率先登场的是人力飞行剧团何珠 取材自金剧何珠佩 还有首次参与戏曲梦工厂的P市 推出新作断桥 以及台北曲艺团推出的向身Move on 而九月接棒的是台北木偶剧团的得时之梦 以及台湾戏曲学院的串南串北有戏 和博优做的消失的六期生 六档全新创作带领观众体验穿越时空的戏曲之旅 其实我们六出戏大概都依照这个主题当中在发展 那其实在不同的演出当中 在考察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去找到各种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有一出戏是何珠 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在1980年代台湾曾经有一出非常非常引起轰动的戏 叫做何珠新配 那它的源头来自于金剧的何珠佩 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何珠 以何珠作为这个命题 重新再去挖掘 不管是何珠佩何珠新配 种种的这个戏曲的改编跟诠释当中 怎么样子抓取这个对于戏曲的重新认识 那包括我们在作品当中也有处理 比如说当代年轻人 透过对于白蛇传这个命题的重新理解 然后去把当代的某一种反抗挫折 受伤跟白蛇传的这个概念当中 重新结合在一起 其实都是对于历史文本或是田野的重新调查 现在的新三纲 相声新三纲是什么呢 其中台北曲艺团的相声Move on 启发自经典童话小王子 探寻传承初中的起司异想 柏佑做的消失的六骑生 则是取材作手许伯昂的亲身经历 以1996年国光事件为本 回望体制国家与戏曲的一世纪纠葛 那六骑生呢 其实是国光艺校 国光具艺实验学校国具科的倒数第二届 那我自己其实本身就是六骑生啦 那因为要探问历史嘛 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个作品 然后重新梳理1990年代末 我们怎么从国具科变成金具科 然后金具或者是国具 在台湾生存的处境 是因应整个不同的大环境的暴力 而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为什么说是暴力呢 就要讲到这个戏里面 阐述的一个主要事件 叫做国光事件 那它是一个校园的集体霸凌事件 在1996年的时候 而我自己是那个历史现场的 参与者跟见证者 那事隔20多年 然后我身处其中 我想要回头看一看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想要借由这个戏 跟观众沟通 当初发生的事情 是否在现在用不同的形式 也正在发生着 这一次我们所演出的呢 虽然叫相声Move on 但实际上它是一出实验剧 它最特别的地方 是把相声的基本功 透过剧介绍给大家 但是同时呢 也对于传统和前卫中间 所有的一个鸿沟呢 我们想把它整合起来 并且我们对于相声的未来前途呢 提出了一些提议 比方说我们会跟西方的古典名著 小王子这本书呢 紧密地扣合在一起 另外呢 我们也非常顺意时事地 推出了所谓的相声的聊天机器人 我相信这些idea呢 都是非常特别的 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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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译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戏曲梦工厂透过当代的对话 超越当代的思维 鼓励所有人用戏曲来造梦 举办五届以来 累积28档创新作品 不仅经得起观众的票房考验 艺术创作层面更获肯定 以这个成果来讲 戏曲梦工厂给了许多人 一个新的创新实验的平台 也给许多人传达了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想法 那么也展现出这个戏曲新的能量 所以入围的很多 得奖的也很多 那么最重要的是 因为戏曲梦工厂最主要的呢 除了我们一般戏曲界的朋友之外 我们希望跟年轻朋友们对话 让年轻朋友们重新来看 以新的角度来看 过去的戏曲的发展 过去的历史 2023戏曲梦工厂 六档召唤前卫的创新作品 将于8月12到9月17 在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演出 邀请观众一起进入戏曲平行时空 揭开各时代被遗忘的记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